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今天要講解的角色是子豐 那子豐終於釋出了這個角色情報 跟他的招式 GIF 鼓掌啦 那這個是在昨天 10月6號的時候在微博上面公佈了 天界素來最有的神秘 不曾有人提過天界風景如何 但從那裡前往房間的 都帶有一份特有的出城之氣 還有補上未來的神秘力量 子豐 一位飄逸雅致的奇妮子 正是天界扁入房城的天女 子豐初登場於神魔之尊傳 相傳太原城郊外的竹林之中 坐著一位無所不知的女章普斯 她正是苦於不明白命中結束的子豐 嗯...子豐...是...我是覺得... 臉有點偏尖啦 前上我倒覺得還好 給過...給過... 出到太原城的子豐可謂是風雲人物 不僅有著輕微天人的美貌 一出手並平定城中的妖邪之亂 偶爾天人的占卜也是極為精準 臉聲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傳開了 只是人們十分好奇她的來歷 是天界來的神仙還是法力高翔的女妖怪 為之令人恐懼 卻擋不住人的好奇心 最後人想找她補算一掛 好...這應該是子豐的... 博龍攻擊 博龍攻擊都帶雷電喔 嗯...博龍攻擊蠻好看的 那個瞬間... 啊...那個瞬間...啊...那個瞬間... 啊...看不到... 這看一次... 喔...她用那個... 滑步踢腳麻那個... 蓋掉了... 欸...還蠻好看的欸 身為下凡的仙女 子豐所使用的所帶武器 也是頗為優雅 看似輕飄飄沒有什麼攻擊力 可一道揮舞起來卻能帶起雷電之力 看到這麼星氣始祖的攻擊方式 子豐這天女的身份 當真是十分好拆呢 也正是由於這層身份與能力 在天界居住數百里的子豐 早已對房間知識了弱指掌 平時冷靜鎮靜 不怒於色 氣勢主導主角殷健平也對她言聽計從 在和殷健平一行的旅程之中 女主角瘋狂玉的性格是偏冷但內心活熱 與子豐先子般的鎮靜有著本質性的不同 同時子豐也是位可以充當解說的知心大姐姐 預示不覺問子豐 推動劇情能力No.1 好我們看一下她的招式 狂電雷刃 喔喔喔喔喔 這個都跟之前不一樣 之前是一顆球 在敵人上面打打雷下來 然後手有改成直線P的 可她今天是放了核冷措式 才會被王母娘娘降下重罪 心裡被扁 那可是要落下萬丈之淵 就因為子豐在店前為劍聖五雲種求情的幾句 而定罪的話語也讓子豐很是疑惑 英明本訣下去去吧 功成之時在訪天界 何謂本訣難道一切也是冥冥之中的定處 連她這個神仙也看不清 還有子豐遇到了英劍品 隨她一起浪貫是回復原本的軌跡 好這招是什麼 反擊 封印持有之後子豐得以回歸天界 重新服侍王母娘娘 失誤一切造就 只是她偶爾會遙望天輪 天輪天空的雲海 不知道她究竟在失念著誰 五本精華金仙 被扁若防塵 駐軍奪取神劍 扭桿凡塵絲維 這是維還是絲 絲是誰 天輪天空的仙女降臨 人乃人術出的全能子豐 即將在天地劫幽承在影中 手遊登場啦 好她的戲劇圖 我覺得還不錯啊 仙女子豐精通雷系作法 溝通飄渺仙氣 換來居於九天之上的神雷 雖然平時子豐看起來很溫和 正常上的實力 那也不容小覷 邪魔妖道 雷電破支 雷影之術 為什麼我覺得雷影之術比寬雷電的還有氣勢啊 作為同學中的宙斯職業 子豐不僅打雷 可以打個礦塊 還有具有極強的治療能力 團隊遇前 且看子豐一段仙舞拯救選舉 果然不想治療的輸出 不是好仙女啊 天瑞仙舞 天瑞仙舞不是補血的吧 是補氣的呢 對啊 他這邊把它改成補 全體補血的 我這邊證明一下齁 天瑞仙舞版 天瑞仙舞只能補單體的 而且只能補氣 以上就是子豐的角色介紹 既然有少侠預改 秀女超之後 下一位就是介紹子豐啊 果然少侠之中 也有補蒜之人啊 如果少侠還有其他想看到的人物 記得在下方評論去告訴我 期待還有你再次相遇 預祝大家 雙十一節快樂 這邊是國氣假期玩得愉快啊 蜂丸也有講過了嗎 是不是還沒講 好像還沒的 欸有啦我講過了 好啦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 呃這集的子豐 人物情報的介紹啦 再給大家看一下 美美的子豐 美美的子豐 漂亮 好啦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記得收看 掰掰